各位市長 師妹 入口開場法院 之後再回答 請大家聽聽 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不足 引起社會的矛盾和紛爭 我作為政府團隊的一份子 我在這裏向大家真誠致歉 我們政府會繼續以謙卑的態度 聆聽大家的意見 亦都會以謙卑的態度去繼續接受批評 我們希望將我們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希望能夠盡量回應社會的要求 多謝 之前特首用新聞稿去回應市民 都覺得是不夠誠意的 為何昨天還會用網子去回應呢 第二就是市民對示威者 或者會被檢控這件事其實很不滿 會不會加快處理檢控程序 盡快加入這件事評識文化呢 麻煩你 因為我的工作安排 我今天是第一次出來公開場合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也親自和大家自協 你提到第二個題目是哪一件事 麻煩你 市民對示威者可能會被檢控這件事其實很不滿 其實律政司方面會不會加快處理這個不同程序 我也是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講 任一個事件 無論是有或沒有被任何人定性為一個暴動 都不會影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 律政司去做檢控的時候呢 一定是會按照法律看相關證據 以及跟著我們的檢控守則去作出一個檢控與否的決定 所以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第一件事要理解 第二件事呢 我們去作出檢控決定的時候呢 我們按照檢控守則呢 都是會獨立 不偏不倚 無謂無懼 單是看證據 除非那些證據是有能夠在法庭可以接受的證據 是能夠達到一個可以有合理定罪的機會 一個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 的機會之下呢 我們是不會去作出一個檢控的決定 所以我們是有相關的方法去做我們的工作 當我們收到相關的文件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會盡快這樣去做 我亦都很相信整個團隊 整個政府的團隊呢 都會盡快按著我們現在的機制 盡快去處理最近的事的 請問大律師公會呢 昨天都再次發出聲明 想要完全遲回這個防犯條呢 再加上成立法案 大律師公會呢 昨天都再次發出聲明 想要完全遲回這個防犯條呢 再加上成立法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的 其實你們會不會打算進行這些建議呢 在政府都講過好幾次呢 我們是已經停止了 在立法會大會那個修訂的工作的了 那麼我們也都是沒有一個既定的時間表 政府也都不會貿貿然這樣去重新去做相關的事情 那麼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是就著實際會發生的情況呢 是理解 至於一個獨立委員會這個建議呢 我希望大家呢 是想一想 我們其實現時我們在法律上面 或者在我們的機制上面呢 有相關的制度呢 是可以由一個獨立的機構 去處理相關的投訴 又或者處理相關 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事情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先用現行的機制 去處理相關的事情 就著612個金鐘衝突的時候 就著警方使用武力 是政府不會考慮做一個獨立典首的 就著612個金鐘衝突 警方武力在使用 是否暫時不會考慮做一個獨立典首的 現時呢 我們在我們的整個機制上面呢 我們是有機制是處理相關的投訴的 所以我們是應該先考慮 是用我們現在現有的投訴去處理 包括監警會啊等等 那麼我們這些投訴呢 是可以領先是有一個獨立的決定 是可以做到出來的 你剛剛提到這個域外法權那裏 是否有發現那方法完全不可行呢 現在是否已經完全沒有其他方法 處理台灣殺人狀況呢 在你剛剛提到這個域外法權這裏呢 我們呢是想在說強調呢 其實擴大香港的域外法權呢 是處理不到台灣這件案件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那至於其他呢 我們在政府現行的一個法律的機制上面呢 如果不能夠將那個地域那個限制拿除的話呢 其實呢在現行的法制上面呢 我們是做不到處理台灣這個案件的 就是在宣傳國的資料夥伴 我現在是在任何體現行的 我們不知道這裏的遊戲 我們不好意思 真是在任何個地方 我們要發揮一段的 又十分紀錄 我們 Cait有關掉了